OK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到了 好 CTA已经把今天报告的 这个topic 来share出来 那在同学们报告之前 先check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那个combination的 Lab是不是大家都完成了 要有完成的话就举个手好不好 这边现在看到 只有两位同学举手 看一下 四位同学 所以combination lab应该 我想同学们应该都应该完成 那那个sequential lab有同学完成了吗 sequential lab有完成的 对 都还没有完成 嗯 好的 另外 另外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之前 同学们报告的PPT 我好像在GitHub上面还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 同学们是怎么样来 在那个上传到GitHub 不知道怎么上传到GitHub 还是 或者 统一送到TA那里 请TA上传到GitHub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是不是 是没有权限吗 还是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 有没有同学试着上传到GitHub 而有碰到问题的 都没有任何人回答 甚至都没有 或者是说 都没有赐责上传到GitHub 这也算是一个答案 总会有一个答案吧 喂老师 是 我是今天报告主别 然后 我看应该是可以上传的 是可以吧 那个全线 同学们全线是可以的 对 先确定全线是OK的 是吧 对 好 那假设可以的话 就是过去报告同学 就把你们的PPT 上传上去 因为可能有些同学 他可能没有 没有来这个会中 就可能需要 或者需要再复习看一下 所以请过去同学 update 报告的 上传到GitHub上面 那另外就是关于Lab 那同学们知道 你们做Lab 也都需要上传到GitHub 所以要在GitHub上面 create自己的一个folder PVT有需要分类 呃 我觉得不需要分类吧 你就是那个档案的名称 啊 PVT的名称 能够有一个说明就可以了 就看你的名称 大概就知道是什么类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分类 呃 我想不需要了 因为也不会有太多PPT 啊 ok 就是用你的名称来看你的 看你的类伦 好 那我们回来那个 每一个同学 那个Lab的GitHub 也要请你上传一下 因为 呃 首先这个也是你个人的Record 另外 呃 有时候 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写的code 在 从过去在公司里面 对于新建的员工 啊 在开始做Design Coding的话 都会做Code Review 那我不晓得 现在你们要是进到甘露指导公司 公司是不是都会安排 尤其对新建的员工 刚开始做Design 他的每一行Code 是要拿出来 做Code 就Line by Line的Code Review 啊 那我都不知道你们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Practice 我不晓得现在的公司 是不是有过你们的Manager 是有Burn with 来帮你们做Line by Line的Code Review 啊 啊 那我们接着这个 这个大家报告的时候 可以做Code Review 有时候看别人写的Code 参与别人的Code Review 其实也可以反映很多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很很难的机会 因为一般 在公司里面你的Manager 甚至Senior Engineer 其实他们都很忙 他们其实上是没有时间帮你做Code Review 所以有机会有人帮你看Code 不要 不要不好意思啊 或者说 只剩一些 一些 obvious的Brunner 都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是不需要的 这样 所以有机会你的Code可以秀出来 让大家一起看是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好 所以这个Github again 我在提醒 我想我不知道提醒 是第几次 啊 so far我还没有看到 任何同学有做任何的 的Upload Kind of disappointed ok 好 那我们再 我们就开始吧 我说明一下 我现在在德国的旅馆里面 那个旅馆的房间的信号不好 所以我是在 那个他们的Lubby 那Lubby 有时候人比较多 可能会有点嘈杂 就是 那跟你们说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开始好了 好 诶 呃 那您是举手 诶 有什么 对了 老师我想说 之前在看 那个 SummerPlan的 那个 PPT里面 有看到 Github里面 要包含一个 Synthesis.log 可是 我不太理解 那个 那个.log 档是 在哪边 因为我看我的 Vivato Project 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档 呃 你现在讲的是 我们分两件事 一个 那个Lub有一个 HOS 的嘛 对 那 你是指 HOS Synthesis.log 吗 还是指 你用VariLog 空井出来说 Synthesis.log 用VariLog Coding出来的Synthesis.log 还是 那个不会 Synthesis.log 呃 OK HOS的Synthesis.log 没问题嘛 哦 那个可以看到 哦 那 呃 VariLog的Synthesis 应该也会有 应该也会有 Synthesis.log 吧 我是没有做过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有做过 就知道这个东西 他是有 他是有 他是有其他的 他有其他的 他有其他的 那个Log 可是 我不太清楚要放哪一个 呃 你能够秀一下吗 好 我想Synthesis.log 主要 呃 第一个 我主要看他有没有用到Resource 他用了多少Resource 这样子的一个Log 那是主要的Information 要看的 这个吧 对 对 还有 对 主要是有一些Design的Information 哦 这是你现在列出所有的Log 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呃 Elaborate 是Compile 呃 你看 你要不要看一下 那个Compile.log Compile.log 吗 对对我看一下 开一下 看看是不是那里面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那里面的内容 先注意 哦 分享 那里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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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看起来 能够来一层 还有没有在玩笑看 那儿 就有点 给你 看起来 有分感觸,你感到心處。 应该不是 XSIM也不是 Ellaborate Ellaborate只是做link 这看起来是你在 run simulation的log 不是做synthesis 这里面秀的这些log 只是compile for simulation 并不是做synthesis 从这里面看到的这些log的名称 好像只是 我准备要run simulation 跑出来的log file 那 所以有做synthesis吗 你确定你有做synthesis吗 有 那你有 你可以找到synthesis玩出来的 Vlog的netlist吗 netlist 对 它里面应该 要 里面吗 我看一下 还是我要把Vvado打开来 你把Vvado打开好 你就在你的电脑上面把那个 对 把他的工程拍出来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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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开一个 你到先是log 我先是这里 然后open implemented design 我这下面来看一下 你看他这边就有timing report 对 就是timing report 然后这是timing的summary 我们上面看 你看这个check timing有这些 那个general information看看 哦 这边有report utilization 看到没 对不对 左边下面这底下有一个report utilization 那里面应该是 是有resource report utilization 对 这个吗 我看看 哦对啊 这个就是你的resource 对不对 你用了7个LUT LICE REG用4个 对 所以是到时候是 附这个到里面吗 对 对 就这个report 我看在玩笑看 对 对 就就 这个像这个就是你的resource的usage 好 然后你刚才看那个report timing 那个是timing的resource 哦 对 就是这个information 那你这个information可以跟 跟那个 呃 HLS的可以做个比较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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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 high schematic可以看到 嗯 OK 对 所以基本上 你找这个report 关于他utilization 或者说他所使用的resource 这个 还有他的timing 那 我相信他还有timing timing path的report 他的report应该是相当完整 你看他这边有report cocknetwork 你看这边有reporttiming summar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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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还没有 我那时候把它删掉 没有把它删掉 哦哦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cocknetwork 那我不用管他应该 对 对 对 刚才utilization就是你的resource 因为像我timing的这个summary 是用截图放在readme里面 然后 还有 我也是截图放在readme里面 然后 我就是 哎 我想要问老师说 就是我们还需要另外再 附那个 档案吗 呃 主要 有这个information 你假设把它截图出来也OK啊 就有那个information就可以了 对啊 然后 你像你这个total network slack 可是没有我想你有设timing concern吗 你到这边那个 edittiming concern这里 哦 你们做design可能都没有 设timing concern 我是 我设了以后 然后那时候把它删掉 我可以现在 那时候设 那时候设什么 设多好 基本上你就设到clock就好了 20 20nosecond是 多好 10nosecond 好就设大家都统设10nosecond好 是这样我就要这样子设完了 对对 你要设完它才能有办法report slack 不管是正的或负责slack 哦 哦 这边有吗 哦 对 哦 这个8.613是 是正的slack还是负的slack啊 哦 然后你还有 那你这是combination logic 对不对 这个是 没有 这个是sequential 这个sequential 哦 你这个底下是sequential 哦 Level 4 sequential 对啊 然后有hold time slack 这个都正式表示你有足够的hold time 嗯 这个8点 OK 所以最好要看一下那个timing的 它有没有可以秀出每一条timing path OK 我们看下面有path 哦 能不能它它会不会把delaypath秀出来 嗯 你把点那个8.613点下去看去 8.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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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不太会读这个东西 啊 所以我这边可以讲解一下啊 这个timing report怎么读 OK 这个souls clock的test 就是 这是你的starting 就是souls clock 你这个图还是可以在晚下吗 可以在晚下看一下 我整个看一下 哦 Destination clock path 哦 OK 好 所以第一个图 你晚上看好 先先上面来看 它这个intro clock 就讲 fiflop到fiflop 那第一个souls clock 就是那个souls fiflop 好 好 那个fiflop的clock pass 它就从源头 好 进来 然后中间经过一个clock buffer iBuff iBuff 进来 然后走 buff機 buff buff機就是clock的buff 所以它这边就有每一个的risingdelay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 从源头 你源头的clock 你在create的时候 它是 第一个risingedge是零 好 那 零的话 它经过一个iBuff iBuff iBuff 那这buff的delay是 0.913 然后 呃 有一个net的delay 你看这个net的delay 其实是挺可怕的 因为apj里面的routing 呃 它的那个routing的wire 都已经是fix好了 跟exec不一样 好 所以你看这个wire internet的delay net的delay 就1.972 所以 经过这个iBuff 就经过2.910 no second 好 然后再过来到这个clack buffer 这是主要trunk 啊 的一个buff 就呃 呃 这个buff delay 0.096 righting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它加起来 呃 到这 然后它的net的delay 1.63 所以到 第一个bflack 啊 的delay clackdelay 4.614 ok 好 然后 呃 然后你来看datapath 来讲 呃 所以你 所以你的clock是4.614 诶 这个要画个图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先 你们先把这个timing先记起来 大家画一张图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4.614 是你的clock riding到 clock pin 这个fifla clock pin 的delay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tk to q 的delay 0.456 这要加到 4.614上面 对不对 这就得到5.1 是不是 这样对嘛 啊 然后他的output的这个transition 就是net这边的delay 所以就有5.8 6.8 然后他就到了 rut3这里 rut3的gaydelay呢 是0.150 所以再加上 5.8 这里 这个6 那这个就是你的 呃 然后就到达你的 那个 flapper 啊 这D 他的arriving time ok 然后target destination的clock 啊 是怎么发生的 对不对 第二个 因为是set up time 所以你的destination 那个clock 就是一个cycle之后 啊 就是captured age 就是一个cycle之后 所以他的starting 就是从10m 你这个看起来 你刚刚设10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他next age 就是从10 所以他从10开始转 直到iBuffer 然后你再往下看 再往下走 对 好 所以就是destination的clock 所以到 captured clock age 是14.283 ok 好 14.283 但你的arriving呢 是6. 6.08 所以你就有多少 呃 就不叫 6 对 对 然后你你你这边来看一下哦 这边 这边这个名称 下面有个clock pass的名称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 呃 还有一个clock uncertainty 对 我是设0 就是 因为也不知道要设什么 但是VTIS 你怎么会设clock uncertainty 你有设吗 没有就预设就零 我就没有动他 对对对 这个是他应该是built in的 这个是跟他比赛有关的 啊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这个 14.283 的net delay 然后 然后你看这个加上0.313 他为什么加一个clock 然后再减掉你的clock uncertainty 所以得到14.5 84 然后 然后0.047是他的setup time 所以你要把它 扣掉 他是加上去啊 呃 这个蛮奇怪的 不应该加上去 你再往下走一下看一下 没有到底了 到底了 所以你的arrival time data的arrival time 是6.018 然后require time 是14.613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snack 所以你的snack是正的 表示你有8点多 nosecond的margin 对不对 他他刚才那个snack 写正的8点多嘛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就是 就是你的clock的arrival time 是 呃 你需要的arrival time data的arrival time 是14.613 好 那你actual的arrival time 是6.1吧 所以你这两个相减 应该是8点 8.6 8.62吧 8.61 8.61 8.61 那我这边 觉得奇怪的是 incidentity可以了解 所以你要用减 减掉 但是 这边 这边0.047 为什么要 加上去 这边有两个地方 比较奇怪 就是这个clock的pessimism 0.036 跟0.047 这两个数值 看起来都是 加在clock的pess delay上面 都加在clock上面 再表示clock往后延 呃 假设要算setup time 对 除非是算hold time 才会去考虑 那你这个就是pess1的timing 对 对 那你再回头来看 这个pess1上面 它最后会有sumurai 他的slack是怎么样的 这个slack8.61 刚才算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setup time setup time 你看到没有pess type 是setup time 对不对 data pass delay 是1.31 嗯 哦 你看这个clock 的setting 刚才是0.030 对不对 哦 然后 这个有clock pass的skew 所以这个skew 因为你的sauce跟 destination的clock的时间 它的时间点 就是skew0.0 刚才在算那条pass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 这个 有看到它的0.025吗 在哪里 有看到只有0.025 满下看 这0.025 有没有出现在它以推险里面 也没有 没有 uncertainty有0.035 这是要扣掉 这是合理的 所以它这个clock pessimism跟 是有点奇怪的 所以我这边share一个skew0.0 解释一下setup time 跟holdtime的观念 这些细节的内容 在下学期的课 会谈到这些东西 整个它的time的分析 可以 我去一下 你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看到skew0.0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particle 讲的是setup time holdtime是另外一种算法 所以 这个是你的launch 的flapper 这边这个是你的 destination 或capture 或叫做capture 的flapper 那你会有clock 像它这个 有clock 然后 这边可能也会有clock 这样子 那这个data 然后这个是你的pessimist 这个是你的data 好 所以我们在算 整个timing来讲 我们讲的setup time 基本上这是你的launch的h 然后这是你capture的h 所以你起码就是有那个 一个pure 那一个pure就是snell second 所以这一点的时间点就是 从snell second 再加上 它这边有一个skew 对不对 skew 也就是说我 它总有一个common的点开始 然后这个走 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clock tree 这个clock tree 到每一个pure club之间的点 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skew 那它刚才的skew是-0.25 所以这个-0.25的意思 是 它 它 会比这一个freeflop 少0.25 所以等于它的周期 等于说你的下一个cycle 这个是你的launch的freeflop的clock 这是你capture 所以表示你的这个freeflop呢 负的skew 它可能就是提前 提前0.25 所以它的这个你的setup的pad 就会少了0.25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clock uncertainty 为什么有clock uncertainty 就是说这个clock会有所谓的getter 就cycle to cycle的getter 这个getter就是 这个clock呢 在下 这个clock age cycle to cycle 就是 这个clock的age到下一个cycle的age 它可能会前后跳动 会前后跳动 为什么会前后跳动呢 因为power的noise 啊 power会swim 对不对 它可能产生noise 不是那么confident很稳定 所以会造成delay有cap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getter 那每个clock都有这些getter 所以 所以刚才有算这个uncertainty uncertainty 他把它 不知道是算多少 零点负的 所以uncertainty 也就是说 它会告诉你一个range 的uncertainty 那你等于说你的 clock可能要再往前推 所以你的那个 你的 可以用的这个pad 的delay 所以又少了你这整体的时间 好 那这个是clock的delay clock的delay 所以在算这个clock captureclock age 你有skill的问题 然后你有getter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 把这东西加上去 才是 你真正capture的 clock age的time 好 那再算 这个 data的时候 data 当然你要从source的clock 这一点 对不对 但这一点他不是把那个bub delay都算上去 对不对 到这一点 然后你要有一个tk2q 对不对 tk2q 好 就从clock起来到data出来 再加上 这条pass的delay 好 就是td 加着这个就是td 就是一个pass的delay 好 那pass的delay呢 pass的delay又有分两种 一个就是说 我过clock 过gate的这个delay 这个gate的delay 好 那gate的delay 又有 是怎么来的 这个delay 跟你的input 信号的transition through rate有关 跟你的loading有关 所以 这个都要事先刻起来 就是他要做 一个time table 所以他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gaydelay gaydelay 其实就是这个 transition delay 那transition delay呢 那transition delay呢 又跟你input的through rate 跟你的loading有关 对不对 loading越大 这个delay当然就越慢 对不对 或者through rate你的信号 然后driving不强 假计你input讯号是非常sharp 跟我input讯号是数据大 就是比较driving比较弱 所以同样的loading来讲 他造成的gaydelay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有很多 这东西都在library里面 会 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个gaydelay 然后再来会有 所谓的net delay 所以刚才那个timing 不是有一个net的delay 对不对 net delay就是从这里 你要看rc constant 对不对 这个整个pass 上面可以讲成是 他有output driving 对不对 output driving 加上电容 电容就是net上面的电容 替身电容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rc constant 假如你们学电机的话 应该知道啊 有一个rc 因为充电 充电 就是根据那个equation 那个tim constant 对不对 成像你的tim constant 这样子的一个curve 这是你的delay 他会会是这样子慢慢charge 那这个charge到达你的spatial点 决定于由什么来决定呢 就是有offult precedence 跟你的capacity loading 所以这个就是net delay 所以对于经过这个gate 会有gate的delay加上net delay 这样子装出来 所以那个就是你的 STA timing report 里面修的 我这个就大概讲一下啦 那个小学极客的php 会有比较清楚的 清楚的说明 所以这rfling给你一个idea 怎么去读那个timing report 所以刚才看到 那个report上面有一个passive reason 对不对 那个delay 那个delay很奇怪 它是正的 这个东西有点奇怪 那后面还有一个 刚才一个什么东西 那两样东西都是正的 不像incertainty incertainty它是放负的嘛 那所以 因为它 它由于getter 它可能前后撬动 所以 你要把你的这个capture的tackage 要往前 也就是要testdelay require the time就要减少 对 对 所以 那刚才那两个数字 要再查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 而且是正的 正的 正的表示clark要往后远 对 那 3号 这个不知道 可能title到FPDA上面 才有的东西 这个在ASIC上面 ASIC上面 没看到这种东西 可能跟FPDA里面的那个 它里面component的suck有关 对 嗯 好 好 所以 呃 你们可以 好 那叫什么report呢 就是你们去看这些report里面 两样information需要 一个就是utilization 他用了多少的 这是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timing 好 那timing 你就可以看total的那个snack select 好 这样子来看 好 好的 好的 好吃好吃 好好好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好了 中间的报告 好 是今天什么第五组是吧 哦 哦对第五组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萤幕 嗯嗯 有看到画面了吗 哦是好 好 然后我们是第五组 然后我们主言有 我是曾伟博 然后呢下一个是黄正宁 那接下来是张世前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 第一个是post generator 嗯 然后呢 先来介绍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post generator 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有一个逻辑 他只在 只要在positive edge的时候 侦测到input是1 他就他就会将某个register的值加1 那么红色的这个波形 他会让这个register加1这个动作重复四遍吗 那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 我们其实只要register加1这个动作做一遍而已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产生 就是类似于下面的黑色的波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post generator 好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要如何去实作post generator 我们可以用那个finite stem machine 去实作post generator 我们一开始的状态在wait for one 就我们等待input是1的时候 wait for one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那个output是0 然后当我们收到我们input是1的时候 当我们收到1的时候呢 我们的状态就会跳到wait for zero 然后同时呢output变为1 然后当再次收到1的时候呢 我们的output就会变为0 然后状态还是保持在wait for zero 然后直到收到0的时候 状态会跳为wait for one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finite stem machine 然后就是诱图 这个就是他的 他会产生的波形 然后这个以下的HLS code 其实就是刚才在描述刚才上面这个finite stem machine 我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边会使用一个static变数 去记录当前这个state 然后那个左边的testbench 其实就是想要产生就是这个右边这个input的波形 然后呢接下来他产生完以后他灌进去这个post generator里面 然后呢接下来他会output出来嘛 那他再把output也记录起来 然后这个每跑一次for回圈 其实就代表说是一次clock period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result 然后这是C simulation的结果 然后这是C synthesis的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single cycle design 然后single simulation的结果跟我们预期的是相符的 就跟我们前面那张图是相符的 然后我们在explo rt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ip 然后放到vvodl里面去使用 然后结果就会如如下所示 就如图所示 我再打算一下那个synthesis hls他用了多少可以flop 可以看到吗 是0 两个 这是不准的 这个fighters hls这个里面的结果跟最后的这个结果是 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基本上没有一样的时候 对对对 他这个结果是一定是不准的 我记忆试过蛮多次的都没有一样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都会高估 这个这个词都会高估 hls的report会高估 然后到 他到那个 那个vvodl里面以后他就会 他他他他就会那个把就正确的数字就会出来 好 两个bflop是合理的吗 bflop两个不合理啊一个一个才合理吧 呃 呃 因为他只有记录一个state 就是他只有state的记录起来而已 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个才是合理的 就是就是这个 这边有有写一个freeflop 就是他用一个freeflop跟一个lut 一个freeflop 好 好 我等下讲一下这个design potential的问题 我先问一下 这个input的pause跟clock是synchronized 对不对 对应该synchronized 对对 所以这个in real application 很多时候我一个信号 external信号进来 对你的clock应该是asynchronized 那他的design是有点危险 哦 对 有点危险 我等下可以讲解一下 因为你假设用一个freeflop 你要是用一个freeflop 这样子的design是取题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用两个freeflop是比较合理的 ok 因为他的你用hls来做 他不是说用两个freeflop 对对 他这边是写两个 然后你的bevado 说一个是你的velocode 所有的一个 没有没有 这个是 是这一个我把它汇进去 就是把它当做ip以后 汇到bevado里面 这也是hls的 这个是hls的版本 那他也用一个freeflop 对 好 好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design potential的问题 好 好 好 接下来就是waveform 这是hls version 嗯哼哼哼 然后接下来进入freeflop的设计 然后这张图就是logic structure 然后以为post generator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所以freeflop的写法跟hls的写法就是很像 但设计之外的逻辑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这边同样会使用fsm 然后使用一个dfreeflop去记录当前的状态 嗯 好 然后接下来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教授刚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 嗯 就是我们的hls 就是 它给值 它其实都是在clk 从0变1的瞬间 那条线 对啊 就是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那其实 我记得在写freeflop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还是会有input先变成1 就是input先变1 还是说positive edge先到的问题 然后这边是比较夸张的手法 照来说它其实会直接贴在上面 就是假如你在模拟的时候 然后呢 可是其实右边才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我们 我们我们其实希望是在positive edge后面给值 它的波形才是正确的 然后呢 所以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呃 这是你自己做simulation 你是不同的input delay吗 对不对 呃 没有没有 我就呃 这个是用 呃因为它simulation的时候会有event queue 所以我其实可以透过 就操作nonblocking跟blocking 去控制它说它是在positive edge 之后给还是positive edge之前给 给值 好 好 这个这个 again 这个waitstone 是你用vlog implementation 对不对 对 选你vlog test bench 来 设出来 嗯 对 对 ok 好的 所以你这个前面一个例子 左边这个好了 哦 左边这个我后面有放实际模拟出来 会长什么样 它实际模拟出来这个pose 是不会有任何pose的 因为它这个时间点它是叠在一起的 它会被后面这个0给取代掉 就它中间有变1的瞬间 可是 就它positive edge前会是1 可是后面就变成被盖掉0了 盖掉0了 所以 所以我假如说用一个event at pulse pulse 那个左边会看到有一个pulse 因为这个pulse的位置其实是0嘛 对不对 哦对对 就是in跟clock 你上面图画的是ecedural 其实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 哦对对 对不对 可是你说simulation 到底有没有这个glitch产生 这个pulse产生 你可以用at 然后pulse 你会发现有trigger到 哦对会trigger到 这个这我后面会 我后面有长期解释 解释这一部分 对对 event只是0 只有delay 然后接下来的 对对 嗯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furry.code 我们就是在使作前面的logic structure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fsm 然后这个就是dbflux 然後我们的testbench 就是很像 哦这边 我这边就会让它在 就是我们要使作右边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这边是使用 就是add positiveclk 这样就可以让它 就是在 就positive edge之后才gaze 然后我们这边要注意 就是这边 要用那个non-blocking的 他假如说blocking的话 他可能结果会是错的 然后这件事就是详细解释说 就是为什么他具体的这个执行的顺序会是什么 然后我这是参考网路上的一份教材 然后他有详细解释这Event Queue的怎么执行的 然后首先他就是他会先做这个的RHS 然后接下来就会Positive Edge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会去做 这31跟32的这个顺序是可以调换的 就他们这个顺序是不一定的 然后接下来41跟42的顺序也是不一定的 那这次是第五个 Pose become one 然后接着Pose become one 就那个波就拉起来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波形 就是这个Wave Form 然后接下来就讲 就是我们刚才左边那个版本的 就讲我们If we do in the E before positive edge 然后这个是这个版本的TestBench要怎么写 然后我就大概写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说下面这个Edge 就是完全就是完全没有起来 就是他完全没有起来 然后后面这也有解释 这我就不详细解释 这真的蛮多了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看到第四点Pose become one 他其实在Positive Edge前他会先拉起来 可是在后面因为这不知道算不算Fertilog的一个缺点 模拟的是一个缺点 就是他后面他会把纸再盖掉 所以他后面他会把纸再盖掉 他之后就是经过一大堆以后 他Reduce会更新 就是他FreeFile会更新 然后更新完以后 他又用新的值去计算 然后做Pose又被 又变成零了 所以这样等于是盖掉 他就他这边就不会有任何的 波起来 就跟我们预期 我们想要看到波形不一样 哦不过这边我有提供另外的方法 我没有写在这个PVT上面 就是假如真的想要在Positive Edge前面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的Positivator你在做 OK你看你这个 HeadbenchInitialClock.10 然后Clock是Non-Blocking 对所以这样这等于是在Positive Edge前面给值 1.0 你这个In你看你的Initial 125NoSecondReset变零 对不对然后又在等 哦对这个 就是我想要在跟In之间会有点 就有点间隔 就是我不想要让它 你只在粘在一起 所以你那个In是在Clock的Folding Edge的时候出来吗 In是在Clock的Folding Edge 你看你125加10是135吗 哦对对对 所以你Clock的周期是 是10吗 哦对Clock周期是10 所以你的In的变化是在Clock中间变吗 哎是吗我看到125 125加10啊 这是135啊 嗯 而ClockInitial是0 。initial是0等50 等5NoSecond 所以它是5的倍数 5的 ok 所以也是在ClockRidANS 跟0.1對不對 跟這個clock rising是鑽在一起 對不對 ok好 好 我差點要補充一個 就我沒有寫在pd上面 就是應該有點類似教授跟他講的兩個 用兩個flip flop的做法 就是想要在positive edge前面給一次 然後又想要我們 又想要得到預想的波形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我回到logic structure 就是其實可以在這個pos 是別人再放一個dvflop 然後把這個dvflop的值當作新的pos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值 這樣子的話其實就可以得到這個波形 就算你是在positive edge前面給值 可是我自己沒有把它放上去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這個邏輯 就是post generator應該是一個很常見的邏輯 然後等於說你支援的使用量 就像從一個flip flop變兩個flip flop 就等於說變兩個倍 所以說為了簡化testbench 我覺得這好像沒有很划算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放在pdt裡面 沒有沒有這個 好 等一下我解釋這兩個問題好了 你這邊報告完嗎 還有後面 後面看一個resource compare resource compare 就是他們基本竟然就是都一樣 就是他們都是用最少的一個LUT跟一個flip flop 接下來就沒了就是下一個 下一個報告 我有三個報告的 好 根據這post generator 這邊講一下好 我們可以看得到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兩個issue 一個是你剛才講的那個 這個in到底有沒有被positive clock edge sample 這是pureless simulation的issue 好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nput呢 in是一個asynchronous input 這是以real world的application來講 它是一個asynchronous的input 所以你怎麼去處理asynchronous input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simulation的問題 還記得在前幾個禮拜 我有講到它的simulation的scheduling的機制嗎 有 有對不對 那particle我有講到它的simulator的scheduling 其實有四個queue嗎 對 對 四個queue 所以第一個queue就是這個blocking的queue 那第二個queue呢 是一個pansign0的queue 那一般我沒有在用 那還有一個queue叫做nonblocking的queue 對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是排在最後面 像做stroke 做monitor 對不對 對 但是我的信號這個是在最後面 就是說我在同一個time slot 來講 它有不同順序來evaluate這個queue 它先evaluateblocking queue 再evaluatenonblocking queue 再evaluate錯誤 那particle我們看blocking跟nonblocking 然後你來看你的code 你這個最開始initial 然後你在寫testbench的時候 你那個in對不對 對 是用什麼 是用nonblocking對不對 然後你是說哪一個寫法 就是你是說 就是 我現在這個clock 對不對 對 這個clock 對不對 然後你的in 對不對 對 同樣的這個clock的時間點 對不對 假設是5nealseconds 你是0 那這個也是5 對不對 也是在5 在5nealseconds 然後你看你的clock不是點0嗎 對不對 一開始你就怕點0 然後你不是always 對不對 然後5nealseconds 用nonblocking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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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解釋 因為 那同樣都是在5這個時間發生 對 對不對 那你in是什麼 in是nonblocking嗎 對不對 所以in會放在這裡先執行嗎 對 然後這是nonblocking嗎 所以放在這裡執行 對 所以你in會先執行到等於1 你知道是不是等於1 OK 所以當你clock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看到in已經是1了 對 這個 對 這個可以理解 對不對 可以 所以 那這怎麼辦 所以這其實again是testbench的寫法 對不對 對 對 這是testbench 這完全是simulation 但是你的design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simulation會simulate錯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的做法是 你可以打clock 你可以做個什麼你打clock 不要也變成是blocking 你可以做成這樣寫 maybe ok 可是這樣可能會錯吧 就是因為 假如是用blocking的話 等於是跟上面那個initial一樣 都是用blocking 這樣子順序會不一定 對啊 這個 所以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 我自己是還有寫一個 我這兩個順序有沒有錯掉 是不是0要0在後面 沒有 0是在中間 我自己還有寫一個 有寫一種tysbench 可是我沒有放到哪裡 就是我自己在寫一個變數 然後他的in是在positive edge前面給值 就是一樣是用blocking的方式給值 然後然後呢我是用那個就是0delay 然後blocking去取 這樣就可以取到pos是1的時候 所以你基本上不希望在這邊sample到嗎 對不對 對我不希望在 就不希望在發生之後再sample到 對對 你應該希望在這裡sample到嗎 你希望是在這裡sample到嗎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對 這個才出來 這個是你不要的 這個是你要的 嗯 對不對 所以你不應該在 就不希望這邊被sample到 所以一個方法 當然你這個in就要 因為正常來講 對啊 你假設要create testbench 你就把它delay 假設點6的話就不會有問題 你就delay一次 哦 這樣就可以啊 對 對 就是我自己後來就改 就testbench就改成 就是讓它在positive edge之後再給 這樣子波形就是對的 對 對 對 好 那我其實 這個純粹是simulation 這個 這個 對 這個比較mine的問題 對 這個只是你simulation跟你的design不match而已 嗯 其實真正我們要來看是 in是一個asynchronous的info的話 OK 這個in 嗯 假設是一個asynchronous input 你要怎麼來處理 假設這是你的clock 然後這是你的in 因為它是asynchronous 所以這個in可以在任何時間起來 嗯 對不對 嗯 那它也可能在這裡起來 對 也可能在這之後起來 嗯 OK 沒辦法控制 那你現在的design是怎麼做 你現在的design 是 是 是 就是 in 你直接去sample in 你直接去sample in 好 跟這個m起來出來 出來嘛 產生你的point 嗯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這是你的design 所以potential 你這個parts可能很窄 對 可能會很窄 對 對 可能會很窄 那很窄 下一集要去用它的話 會有問題嗎 嗯 對 對不對 因為 因為你可能產生一個parts 又經過一個邏輯 或什麼樣 好 就parts 就 就很窄 或是短短的一個data 因為 對一個freeflop來講 你的d跟k 要 要滿足所謂的setup time 跟hold time 嗯 對不對 所以你的 這個這個parts at least at least 要大於setup加hold 嗯 對不對 對 at least 要這樣子 不然 eitherviolet setup 或是violethold time 對不對 對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是不是可以在post這邊放一個freeflop 就像我剛才講 就多用一個freeflop 這樣子 它這樣產生就會產生完整的一個 就是clock的長度 對對對 所以我們看有很多這種可能的情形 ok 因為這個本身這個 因為這個in對clock 它是一個asynchronous input 所以本身這一集beflop的setup time hold time 本身就有問題 是不是 嗯 它可能就violet第一集的setup 所以它的output就會有所謂metastable的問題 嗯 嗯 所以metastable 就是因為它violet thetahold time 所以這個 這個的output的情形 可能 它會小小的一個part 就掉下來 嗯 假設你的threshold 它到不了threshold ok 到不了它的threshold 因為你的thetahold time不夠 所以沒辦法別到足夠的那個能量 讓它switching 好 這個它的output 所以可能就會這樣 ok 那這樣子in要怎麼解決 就是 好 假設 假設你第一集 所以你可以做 假設這是你的in 這是你的clock 好 那麼我sample 所以你絕對不能這樣子做 對不對 嗯 絕對不能這樣做 那 那我可能就再delay 對不對 哦 對 就是再放一個 然後 放一個end 哦 對不對 對 ok 好 那假設 放一集end的話 這是一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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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one stage的synchronizer 這是一集的synchronizer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信號 然後本身會有一個小的glitch 對不對 Meta Stable 對不對 對 會有 但是這個Meta Stable 因為它在一個cycle後 應該是要settle 對不對 嗯 對 就是經過 它應該是會settle before next next clock 對 對 它應該要settle 所以 這邊應該是很安全的 對不對 嗯 ok 所以你用一集的synchronizer 但是potential 會有個問題 這個有個Meta Stable 所以這邊會有問題 你不是把它拉出來用嗎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這邊有Meta Stable 這個Meta Stable potential會影響這個gate delay 所以 這個 這個的gate delay呢 會被這個Meta Stable 會affect 會讓它變慢 嗯 對不對 所以 假設我 我這個下面會經過一些邏輯 然後再被下一集simple的話 嗯 好 那你的這條paste delay呢 你 你覺得你這個是 clock tk2q之後過來 對不對 嗯 那這個當然是很安全 這個tk2q 絕對是很安全 但是 但是由於它有potential meta Stable 所以這條paste的delay 可能會比tk2q要大一點 因為它要花一點時間才是在頭下 對不對 嗯 所以 所以 你在這裡來算你的delay 你有沒有一個cycle可以用 就是說這個gate 的那個delay就不準了嗎 嗯 對 因為它應付有一個Meta Stable 所以 這是一級的synchronizer 有 會 東西會work 但是 你的risk就是 就是你真正的那個算setup time的那 可能要被meta stability要把它扣掉 嗯 看它要花多少時間會stable 會影響你的delay 對 對 所以 最安全的方法呢 就是過兩 把這個老婆來用 這就很安全了 嗯 等於是會用一個flip嗎 這個 這個的meta Stable 這個meta Stable 有一個cycle讓它settle 所以這裡絕對不會有meta Stable 嗯 這個也不會有meta Stable 嗯 這個也不會有meta Stable 所以就安全 所以 一般來講 你最安全的 你在過synchronizer 是兩級的synchronizer 哦 哦 因為那應訊要進來的時候 它就先經過一個 然後讓它不會有meta cycle 然後後面後面就可以安全的用了 對 對 哦 我不懂 所以你真正安全的pods 全尾的比賽是 是這樣子的比賽 哦 OK 好吧 那 原因是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你常常去看人家的比賽 會告訴你要用2 stage 選擇來則 但我看應該不太有人會講 為什麼要用2 stage選擇來則 哦 對啊 OK 所以真正的podsgenerator要這樣才可以安全 OK 好 對啊 對啊 好 那我們來看 那我繼續報告 再看下面的話 好好好 還是 好我們再往下 好 再往下吧 好 好 好 老師我現在有畫面嗎 有有可以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Edge Detector 然後 這個它其實 它會做的事情跟podsgenerator 希望長一模一樣 就是它等於是說多一個Folding Edge 就是Rising Edge就是原本的Pulse 然後它等於是多一個Folding Edge 對 然後這邊這個是HLS的做法 就是HLS後面HLS code它的寫法 就是我FoldingLog跟錢包大不一樣 對它這邊是 在產生一個prefing 就是 那個上一個時間點的input 然後呢 當In跟prefing 都是0的時候呢 它的Rising Edge跟Folding Edge 都是0 然後當 In是1 然後prefing是0 的時候 它的Rising Edge是1 Folding Edge是0 然後當In跟prefing都是1的時候 它的Rising Edge跟Folding Edge都是0 然後當In為0 然後prefing為1的時候呢 它的Rising Edge是0 Folding Rising Edge是0 Folding Edge是1 其實我覺得這個寫法有點太複雜了 然後這就是它的HLS code 就是史作剛才講這個波形 然後這個TestBench就是跟 所以它的HLS它要記住前一個State 其實就是前一個 它應該會宣告一個Static 對對對 它這邊有宣告一個Static變數 對對對 對對對 好然後這個TestBench就跟之前的那個 長的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都不多講了 然後這就是resort 它這resort這個 紅色這邊就是Rising Edge是1 然後Folding Edge這邊是1 這個就跟我們預期的長一樣 嗯 然後這個是 這是C CX的結果 然後平常它是Single Cycle 好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就是拔繪到VBuddle裡面 嗯 然後這就是它的出來的Waveform 然後接下來是進入到那個FurryLock的設計 然後這邊我就是使用的方法是跟跟剛才那個Pulse Generator很像 我只是把這個FinalState Machine把它多了一個Output 就多了一個Folding Edge的地方 然後這個一樣會遇到一樣的問題就我剛才講的 然後所以我還是一樣使用就是在Positive Edge之後給值的方法 然後我們的FurryLockCode 然後這個這一個Block 這個OASBlock是FSM 然後這個是D3Block 嗯 然後FurryLockTestBench跟剛才很像 就是這邊不多講 然後呢最後的Waveform出來就跟我們預期的一樣 好然後resource resource這兩個resource使用是一樣的 不過假如按照剛才講的話 這其實應該要做TrueStage 所以其實這邊 假如做TrueStage這邊會多一個 就是會多一個多用一個FlipFlop 這邊也會多用一個FlipFlop 好 好 那個 微博嘛 對 對 你能不能 用 HS Code 去寫一個我剛才講的TrueStage 的成本來一個 TrueStage 應該可以 那等於說這邊HLSCode的話 就直接用這個Static 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記錄前一個的 印 然後呢 直接用這一個去進到這個FurryLock的 這個FSM裡面 應該就 那你有1 2 你有3級FlipFlop嗎 對不對 3級嗎 沒有啊 2級而已吧 沒有 因為我 我假設要做 那個 2-Stage的Synchronizer 嗯 就要3個FVFlop嗎 嗯 2-Stage 是 是那個Output那邊還要放一個嗎 還是 是 3台那個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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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一下 我 你可以 我應該還在分享中嗎 是不是 蛤 什麼 有看到嗎 對不對 你看這有3個FVFlop嗎 3個 1個 1個 1個2個3個 1個2個3個 哦 1個 1個 原來Information只有1個嗎 呃 對 對 你這根本完全沒有Synchronizer 然後這是1級的Synchronizer 2個3個 然後這個是3級的Synchronizer 2級的Synchronizer 哦 對不對 這有3個3個3個 應該可以 就是 就等於是 我看一下 等於是我這邊放一個 然後 然後這邊也 這邊也放一個 你這樣應該會用4個吧 因為它有2個Output 不會 假如是這個的話 不會 不會 不會嗎 不會嗎 不會啊 你只是 只是 你只是用 你只是抓2級啊 這邊2級 最後 然後 應該是3個Bflop 對不對 所以你抓2個 然後一個是0 這邊是1 然後或者是 這個0就是1嘛 這個就是 這個 Rise 就是40 就好了 哦 哦 哦 直接加 直接加那個 我沒想過分別 直接加FSM 哦 這個本來就分別兩個信號 哦 沒有我以為 我以為想的是說就是 這邊先不加 然後 在這個 這個Folding Edge 這邊再加一個 然後Rise Edge 這邊再加一個 哦 你這樣子會Potential 有一個問題 你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假設這是你的印對不對 嗯 然後你說我給2個嘛對不對 嗯 是不是 哦 對 你這Potential會有一個問題哦 萬一這個有simple到印 這個沒有simple到印 哦 有可能 嗯 對啊 那你的這個 這兩個Rise in Folding不就錯開來 哦 就有問題 所以你不能 對於一個Asynchronous Input 避免有兩個Destination 哦沒有囉 我是說就是 我這邊印是 就是直接進來 然後接下來就繼續走 然後走到這個以後 我這邊不放 我就直接這樣出來 然後再 這個這邊再放一個 那這邊像Folding Edge也放一個 就等於說上面還是照那個的路徑 哦 那是想法 哦哦哦 OK 對 其實你就三個 然後就最後Output 嗯 一個是011 一個是10 嗯 對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那兩個Pots 把它combine在一條信號的話 那你其實 在尾端加一個Ecosy O就好了 哦 對 對不對 你在這邊 這兩端加起來 用一個Ecosy O 你就會產生兩個Pots 哦 對 對 哦 對 哦 好 所以你 試著用HLS 寫一個兩個States的Synchronizer 哦 好 看看可不可以做的部分 好 那Vero code就很辛苦嘛 你現在要寫 但是你要寫HLS code有點trikey哦 哦 有點trikey 不過你寫 你先試試看好了 看這個問題 對 哦好 那我就 我就先去講 就是 IIR的部分 哦 好 然後現在就是 IIR 然後這個 它 IIR的全名叫做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Belter 然後它其實就是 希望就是透過 對input進行數學運算 然後達到改變 頻譜的效果 然後下面就是 我UDIM一切的圖 然後就是 它在描寫說 IIR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HLS code 我們這邊需要 四個Static變數 就是它是根據 它這邊它的例子是用 就是有這樣子 它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們 它這邊需要記錄四個 變數 一個是 分別是 前一個Positive Edge的 Input和Output 還有前兩個Positive Edge的 Input和Output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它 運算 然後就可以得到 然後當前的Output 然後這個是HLS TestBench 然後我們會先用 軟體的方式 就是IIR Golden 去算出一個Golden Model 然後接下來 我們算出來的Golden Model 會去跟 硬體計算的 出來的值去比較 然後當兩者結果 有出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印出錯誤訊息 就是Error Add什麼地方 然後這邊 假如是正確的話 它就會TestPass 然後假如是錯誤 它就會TestFailed 然後這個是 我們今天Clock Period 是設10NX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C simulation的結果 就是6-11 48-128 408-1199 3630-10856 然後呢 可是這邊 這邊它是 它這樣就沒辦法變成 Single Cycle Design 可是其實 假如是以Clock Simulation 能不能順利進行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邊其實 不需要調 Clock Period 因為我們前面是用 AP Control HS 它其實 它這邊的話 這樣會產生一個 就是一些控制訊號 就是你不需要調整Clock Period 也可以順利的Clock Simulation 也可以有波形出來 可是我這邊還是調了 因為我這樣子 跟之後的Furry Log 的波形 會比較好去比對 好 然後這就是 我調成40NX以後 就可以看到這邊 是一件Single Cycle Design 然後Clock Simulation就 passed了 然後這邊一樣 我就把它匯到 那個我的Pervato裡面 好 然後這就是 我們出來的Wave Form 可以看到是6-11 這個跟C Simulation的數值 會是一樣的 好 然後呢這個就是 我們的Logic Structure 我這 我這沒有標清楚 這邊這 每一個這個方框 它其實 都是32個D3 Flop 所以其實我們 我預想 它是會用到128個D3 Flop 好 然後這 老老師你要說什麼 對 因為32幅 對 對 好 然後這邊就是 也一樣會碰到 剛才前面講的問題 對 就是你要在什麼時候給值 這期就是 Simulation會碰到的問題 然後後面這頁就在解釋說 為什麼會產生錯誤的值 其實就是 因為它Register會更新 然後更新完以後 它就把 它就把原本正確的值給蓋掉了 然後這就是錯誤的波形 我們會看到它的 它這個是-17 等於是原本應該是6 它被蓋掉了 就是這個 依照這個的計算 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FuryLock code 然後我們這邊 這邊就是 跟前面一樣 這邊就是 計算的部分 然後這邊我們希望 其實希望看到的是 4乘以32 就是128個 第一flip up 可是其實 最後結果會有點不一樣 就是它不是128個 我後面會解釋原因 好 然後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我們的FuryLock taskbench 然後我們一開始會先去對一些 那個宿主去對他們做Initialization 然後接下來我們 會用軟體的方式算Golden Model 然後由於Task裡面 它是不接受宿主 就是不接受Unpacked Factor 所以我們會先將X 我們會先將Unpacked Factor 轉成Packed Factor 然後接下來傳進去 然後在裡面再把它轉回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傳輸結果 也是一樣 我們在傳輸結果前 我們需要先把 我們需要先把Packed Factor 轉成 先把Unpacked Factor 轉成Packed Factor 然後讓外面這個YPack 接受到值以後 然後這個YPack 再把它轉回來 再把它轉成Unpacked 然後接下來這次就儲存我們 我們的Golden Model的值 然後接下來這是硬體 等硬體算完以後 我們這邊就會比較 比較它跟軟體是否有什麼差異 假如有差異的話 它這邊就會印出ErrorMessage 然後 這就是我們的它的WaveFord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的WaveFord 這個是Input 這個是它的Input 分別是1 2 3 4 5 6 7 8 然後它的Output 就會是6-11 4 8 就跟前面一樣 就跟前面一樣 然後這個是 YGolden 是我們軟體算出來的 就是理想值 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下面沒有出現ErrorMessage 我們這邊就是正常的印出來 好 然後最後這邊是Resource Compare 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有點怪怪的 就是這邊是100 用127 它不管是你是HLS的版本 還是Vervilac的版本 它其實都是只使用127個Flipbar 就我真的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後來就翻了Synthesis的報告中的Sigmatic 我直接就看它的Flipbar怎麼生的 然後我發現說Vivado在合成的過程中 它會優化掉就是儲存X2最高位的Flipbar 就是這個 X2在哪裡 這個X2 它最高位的Flipbar被優化掉了 就是它把它刪掉了 然後這個原因是因為它在運算的過程中 這個X2的最高位不影響結果 因為這邊B2是2 所以它那個最高位不會跟運算結果不會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它好像會超過吧 就假如你今天都滿的話 它會超過32位 可是我們這邊的Y它只有32位 所以超過了它可能就不在乎了 所以它做運算的時候就不會用到最高位 這我猜測啊 我也不知道實際怎麼樣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猜測 是因為我後來把這個V2這邊改成1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顯示用128個 它這邊就不會是127個 所以我這邊才是猜測說 Vivado會認為說 這一個最高位在B2是2的時候 是不會影響結果的 然後所以我這邊 下一個人 我先等一下 呃 你剛才 轉到最高位 最高位 就是因為你Y的Output只有32B嘛對不對 對對對 它這邊應該是它那個X2的最高位 它因為這邊是2 所以它腳尖乘2的話 它最高位可能就不care 我也不太確認具體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猜測 因為我把它改成1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是128 它最高位它那個free file就不會刪掉 就我有去特別去測驗過 對 對 對 所以 就這樣換下一個人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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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五組的黃正寧 然後 我要來講的第一個是 Single Cycle Regular Process 然後 HLS的Design就是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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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有一個Counter 然後 然後 Counter它是從 19數到0 然後 數完以後 就重新從19開始數 然後 然後 有一個Zero State 和一個 One State 然後 就是在Zero State的時候 它的Output是0 然後在One的時候 Output是1 然後 如果說 Counter等於1的話 那它就會過來 One這邊 然後接著呢 在下一個 在下一個時間 也就是 Counter等於0的時候 就會 Output1 然後回到Zero State 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 HLS的Code 就是它這邊的State 和Counter 都是宣告成Static 就是 把它做成Register 然後接著 下面 就是說 就是 剛剛前面講到的邏輯 就把它寫出來 就是 看它在Zero的時候 去決定 它的 NextCounter 和NextState 然後 還有在One的時候 決定 然後這是它的TestBench 那它的TestBench就是 給它篩 因為它的 它的I這邊 I從0到99 然後它就是 篩 這麼多個 Post給它 篩 總共100個Post給它 然後接著把它 印出來 就會看到 跟下面 長這樣 就是 它每20個 就會印出一個E 嗯 然後它的Synthesis Result 和WaveForm 就是它的 它都是一個Cycle 就是完成的 然後可以看到 這是WaveForm 是Core Simulation 出來的WaveForm 然後 它就是 就是這邊 一個Clock Period 然後每20個Clock Period 會產生一個Clock Period 然後 Synthesis Result 就是把它丟到 Divado裡面去看 然後 它的 Setup Time 和Hold Time 就是都有符合 Timing Constraint 嗯 都中的 對 然後 用了39個 Lookup Table 然後 33個 Flip Flop 好 這33個P Flop合理嗎 等一下可以 你可以算一算 就算 就算 有點多 有點多 嗯 然後接下來就是 Verilog Design 就是 嗯 我一開始做的Design 是 就是長像這樣子 就是 它其實它的Counter 和它的State 可以合併 那我就只要去 用它的Counter 看它 是不是等於19 就是0到19 就是下面 下面這個是它的 我 預期的 Timing waveform 然後 所以就是它 0到19 到19的時候 就產生1 然後 如果到19 下一個Counter 就會是0 就長像這樣 然後 這邊 就是有 後來有想到 去把它做 優化 就是說 如果是從 0到19的話 那我這邊會 需要的是一個 comparator 就會需要一個是 exclusive Nore 然後再加上一個 end gate 但是如果我把它改成 從 19 數到0的話 我就只需要一個 Nore而已 然後 這邊想要問老師說 這樣子的 嗯 優化是 會有差的嗎 還是他們最後都會 被 被做成Lugat Table 所以 其實 是一樣的 對啊 你這個優化多了 你可以想像 那個 你 左邊 我想想看 像你左邊 在這個圖裡面的左邊 你五個B 然後你這邊 19 其實 只是 對這幾個 你基本上會有五個Mark 對不對 對 五個Mark的A input端 就是 開圖1或0 就是19的那個 對不對 嗯 是不是 好 所以你 這邊會有Mark 這個Mark 然後 右邊 你是 把它全部變0 對不對 所以是變一個 no gate no gate 變一個no gate 好 五個input的no gate 全部是0 好 那你剛才那個結果 是一個comparator 對不對 對 你雖然這個comparator 當你compare with the constant 對 對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 也跟你的no gate一樣 當然可能多一些input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年輕是1的 1的 然後就前面要加一點input 哦 對不對 他其實也是一個no gate 你就把1的就搶成0 對不對 對 這多了多了input 是不是 對 你這個inputation 大概就多了 多了幾個input 3 4個input 193個嘛 正好3個input 嗯 所以其實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那以FPGA來講 我猜獎是一樣的 嗯 你覺得出來的resource應該一樣吧 因為 lookup table來講 是沒有差的 只是那個lookup table的content 不一樣 對啊 因為做出來就是結果一樣 我本來以為是說 會不會是我有更細的報告沒有看到 你實際的resource應該一模一樣吧 對 對 因為lookup table 對 因為lookup table 裡面的content 就沒有 content可以破棍不同 進去 所以是一樣 但你假說做ASIC implementation 還是省啊 剛才就說省三個input 嗯 對不對 對 對 對APGA是一樣的 對 好 那我就要繼續 好 然後 所以就把它寫上 不過你 你這個做法 還是 還是不錯啦 就是 呃 你有想到 欸我可以翻到 countdown跟countup 的觀念 對不對 很多時候 countdown是比較容易的 嗯 就看到你 對不對 看到你 所以 所以你就 initial load 然後 countdown 這樣子 對 一般 people 一般人會用countdown countdown到0 這樣子 嗯 好好 好 然後接著就是 verlog的code 然後就是 呃 一樣 其實就是剛才那個design把它寫出來而已 然後就是 sequential這邊 就是 reset的時候會到19 然後 如果沒有reset就是count會是count nex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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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ic process就是 呃 nord count然後去把它做bitwise operator 然後 然後 接著 這個就是 counter的 counter n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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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現在做的是 asynchronous reset 啊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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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假設 就就你這個design 假設我要做一個synchronous reset 啊 嗯 那 就是把後面這個砍掉吧 對 對 對 但是我是想說 這個fifat根本不用做reset 不需要把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reset 跟你左邊的這個pure part 是不是可以oh起來 oh 對 就是pure part 跟reset期間 你這個net 都是使用 對 對 對 所以你用的fifat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額外 再加一支 可以delay 你把它放在mark 對 嗯 對 這樣可能可以選 好 嗯 嗯 ok 然後接下來是testbench testbench 上面這邊就是把它 接起來 然後 然後下面這個是 是 clock period 是 20 然後 一開始就是clock 是等於1 然後reset等於1 然後在100 nanosecond 的時候 reset n 會等於0 然後接下來 半個clock clock period 在範圍去1 然後這個就是simulation result 就是可以看到它reset的時候把值清掉了然後接著每20個clock period會產生一個pulse 是 是 ok 然後這是 那個synthesis result 就是它的 一樣也是都符合time and constraint 然後這個 setup time的slack Worse negative slack 比 HLS在小一點的 後面會有比較的圖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個 欸 Fleafla只用5個 然後Lugatable用4個 對 Fleafla用5個 對 應該要5個 對5個 ok 然後 比較下來 對 Fleafla用那麼多 HL 對啊 然後 非常的浪費 對 不知道最後有什麼 好 然後timing 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這邊 是可以看到那個verilog 它的那個緩衝時間比較大 對啊 你的 對 就是你的delay比較短嘛 所以lag比較大 對 margin比較多 然後這個holdtime的這個 我不太知道要怎麼樣去解釋它 因為你的delay 你的電路做比較快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holdtime margin就小了 你這可以理解嗎 那個 所以 所以它的slack 指的是 holdtime的 完成 holdtime的概念跟setup 就完全是相反 對啊 嗯 我share一下 解釋一下 因為你的速度比較快 當然你的holdtime margin就差 我share一下 大概解釋一下這個 看你 畫個圖你就清楚了 我現在有有在分享畫面嗎 沒有我這邊沒有看到 哦 好 所以我可以看到嗎 可以 可以 好 所以 假設我的theta 我的delay delay delay 從這裡出來 我的delay 我delay 比較 我應該怎麼畫 就這樣講好了 就說 我的 假設我的這個 出來的delay 這樣子好了 ok好 那我到下一個 這個假設這是它的 它的timing對不對 但你的timing呢 假設這是我vlog做的timing 那你的timing呢 假設這是我vlog做的timing 那我的比較快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data就比較快嘛對不對 嗯 嗯 這個delay比較短嘛對不對 所以我對它的theta time其實就比較 margin比較大 對 對 對我對它的whole time呢 就是margin就比較小 它的whole time margin比較大 因為它體力比較大 嗯嗯嗯 對 那這可以理解嗎 可以 因為我比較快 所以whole time margin比較大 但我這下台的margin比較大 嗯 對 對 ok 好 好 那在旁邊 那就可以 好 好 那接下來就來講下一個design是one digit bcd counter 然後首先要先講SSD的controlsignal就是它這個是有四個燈 然後每一個燈都是這樣子ABCDEFG還有一個p就是這個小數點 然後呢它比較特別是它是1的時候是暗的然後0的時候是亮的 嗯 然後這是它的hlscode 就是它就是一個counter然後從0數到9然後接著把它把它轉換成SSDcode 然後因為看到這個覺得有一點奇怪所以回去看了一下我們之前上螺色實驗的那個SSDcode 然後我發現這個作者Udemy的作者是有人把它倒過來 就是它的0是11000000然後所以它E是這邊然後E是這邊就是它的MSB是P然後它的LSB是A然後但是我們之前在做design的時候MSB是A然後LSB是P然後它的LSB是A然後但是我們之前在做design的時候MSB是A然後LSB是P 但其實沒什麼關係就是設定如果真的把它把它做到FPGA上面在設定XDC的時候會要小心就好了 嗯 然後這是它的testbench 然後可以看到它總共是要兩個cycle然後所以它在這邊以後它從這邊reset以後過兩個cycle以後才出現值然後接著也就是兩個cycle才能吃值然後所以我們就我就把它加那個pipeline的directive然後pipeline以後就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是可以每個 每個cycle就可以吃一個新的值了 每個cycle就可以吃一個新的值了 然後這是它的資源的使用用用了13個lookup table和13個flipflop然後timing一樣也都是正的就是setup time是6.9然後後的是0.255都是nanosecond 然後接下來是verilog design就是主要就是分成兩個部分其實和HOS差不多就是一個counter然後就是把counter把它換成SSD 嗯 嗯 然後然後它的verilog code就是因為它的enable因為它永遠都它是只有one digit所以就只有讓最右邊的燈量而已就是它四個嘛四個嘛四個然後前面都是三個1然後一個0就是永遠都是這樣一個量就最後也在數而已然後這邊就是把它轉換成7 segment的disc 然後這個default是應該不會發生了然後這邊就是counter的話就是一樣就是0到9然後sequential就是如果有reset或是有post的話它就可以數到下一個如果reset就會到0 嗯 嗯 然後這是我的testbench 然後這是我的testbench一樣也是上面就把它把instance做出來然後接著clock period是20nanosecond然後一開始clock射成1 reset也是1然後100nanosecond以後reset射成0然後半個clock period以後拉回來1然後它的simulationresult就會長這樣就是reset以後把值清乾淨以後然後就開始輸出然後這個是從0開始然後1然後就一直點點點下去 嗯 嗯然後 Ti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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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set up 嗯的 worst negative slack是8.613nanosecond然後 Hold 的話是0.261nanosecond 嗯然後 Synthesis Resu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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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四個flipflop還有七個su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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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比較就是可以看到HLS一樣還是用了很多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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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Tim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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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有Fast Tags 嗯 就是它有Fast Tags 是比較快的 嗯 對嗎 嗯 嗯 可以可以 然後 然後 接著就 我的報告的部分就結束了 嗯 然後接著要換我們組的最後一位同學來報告 嗯 嗯 請問有看到嗎 請問有有聽到可以看到畫面嗎 OK好沒面子 好那我要報的是UR transmitter跟 receiver 然後UR transmitter主要這是它的Structure 主要就會有一個Start Input來決定什麼時候要把 這Data轉成 Parallode Data轉成 Serial的 然後這邊是要輸出給 receiver 然後因為他們是非同步的所以需要一個Bolt Rate Generator 來製造一個共同的包率 然後這邊是就是主要的Clock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怎麼傳輸Data的過程 因為Data通常會在這邊的是我們想要知道想要得到的傳輸的資料 然後主要通常會有5到8個bit 然後但是它要先從要先從一個Start Bit 就是先被Start Bit夾起來然後跟Start Bit來夾在一起 才知道什麼時候是它要傳輸 然後因為通常就是在設計裡面當沒有在傳的時候會是搞點位 然後所以Start Bit就會是D點位就是0 就是Logic的話就是0 然後之後Start Bit再跳成1 然後在每一個Bolt Rate的時候來傳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我的Design 就是在平常沒有在傳的時候就是在這個Idle State 然後當我們收到Start的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進到了Transmit State 但我們Transmit 我們之前是先假設有就是要傳8個bit 然後所以再加前後兩個Start Bit跟Stop Bit 所以合在一起會有10個bit 然後所以這邊就用一個數到數Counter 就是數到10之後就可以跳回來Idle State 然後這邊是我的VariLocal 首先我們這邊就是Sequential的Circuit的部分 然後右邊就是那個CombinationLog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跟這個這個是Input進來的Data 然後我們把它跟Start Bit 這個Start Bit跟Stop Bit把它串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組有10個bit的Data 然後在收到Start的訊號的時候 就從Idle的State 跳到Transmit的State 之後在TransmitState的時候 當我們的Bolt Rate Signal是1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要傳的bit傳出去 這邊就是我們要輸出Serial的訊號 然後這邊會經過Sequential的Logic 把它放到Register裡面這樣子 主要就是這樣子的結構 然後這邊是我的TestBench 我們用Clock Cycle就是用20period 然後Bolt Rate Signal是用40period 然後這邊是有8個bit的Data 這邊是第0個bit 然後一直到第7個bit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20period的時候 不是10period的時候做Reset 然後之後再給一個Start的Input 來讓我們開始 這邊是模擬出來的WayFone 這邊先經過Reset之後 這裡有一個Start的訊號 所以從這邊開始說Start訊號之後到下一個 這裡是Bolt Rate Signal 到這邊上來收到 這是傳出去的第一個bit 所以這個第一個bit就是0 就是Start bit 然後之後是我們連續的8個bit的Data 然後一直到這邊 到這裡是最後一個是Start bit 就是最後一個Data 第10個的Data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HLS的模擬 然後這邊是HLS的模擬 因為我的Code就是 我的testbench寫法是跟仿造HLS 所以模擬出來其實是一樣的 這邊是 這邊Start bit 然後這裡是它的Data 到這邊 然後這裡是Stop bit 這邊是使用的兩個Resources的比較 中HLS這邊是有33個Vlog 22個LugarTable 然後Vlog是6個Vlog 跟12個LugarTable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那個是 你這是Pair to 0嗎 對不對 對 Pair to 0 你的Vlog只有6個 呃 你為什麼會用到6個 6個 哦 你那個 你的Input 你那8個B不用先存起來 是嗎 呃 因為我看HLS那邊 他也沒有先存起來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先把它存起來 就是 就是因為他一直 他是用 他在設計的時候 是用Switch 就他Switch 調好之後按Start 然後才 然後就直接把它傳過去 所以他應該是沒有先把它存起來 哦 沒有先存起來 對 所以你最後只是Counter 那你這6個Vlog都怎麼用的 知道嗎 你有幾個來存State 可能兩個B存State 有就是有一個 一個是存State 還有一個Counter 還有一個Counter 然後跟這個是輸出的 就是這個Output 他的SerialOutput 所以這樣合起來會有6個 是是是是 OK 好 好 接下來就是Receiver的部分 Receiver就是從這裡收到 呃 Serial的訊號之後 他把它轉成Parallel的 然後輸出到七段顯示器 但是他還有一個特別就是他要確定 我們傳輸的資料是對的 所以就有一個DataValue的 的值 然後來 如果這個DataValue值為1的話 就代表我們收的訊號是 就是完整正確的 呃 就是傳的過程是有收到 StateValue跟StateValue 但不確定中間有沒有漏掉這樣子 這個這個值的功用是這樣子 我問一下 你剛才有一個Bowray Signal對不對 那你的裡面的Counter 用的Clock是什麼Clock 是用BowraySignal嗎 還是用一般Clock BowraySignal BowraySignal是用前面那個Single Cycle Post Generator的設計 對對對 但我會說你裡面 有一個 你現在有一個Counter嗎 對不對 呃 這個BowraySignal 就是只有收到BowraySignal BowraySignal 是1的時候 我的Counter才會加1 對不對 哦哦 OK 所以你是BowraySignal 出去的時候Data才變 對 對 對 好 OK 好 好 好那我就繼續 然後這邊是我Receiver的Data 就是這樣我的 呃 就是StartBit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留在Idle State 但當我收到0的時候 就代表是StartBit 我就跳到Receive State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來數 數八次 對數八次就是八個 八個Bit 然後再加一個是StopBit 然後當我數到StopBit的時候 我就把它跳回來Idle State這樣子 你沒有算Parity嗎 蛤 有沒有算Parity 沒有Parity是包含在8個Bit的Data裡面 哦 這樣子啊 嗯 對 因為是這樣子 是7加1的 對 OK 好 然後這邊是就是一開始的用的Register 跟這邊是Sequential的Ladget 然後這邊是FinanceStateMachine的部分 就是當這邊就是在IdleState 當我們收到那個StartBit就是0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到ReceiveState 然後在ReceiveState的時候 這邊就是一開始 我們在一邊 呃當我們的Counter還沒數到8的時候 就是數到最後一個Bit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收 然後一直把 嗯 Transceiver的信號 把它放到每一個Bit裡面 然後當我們數到第8 就是StopBit的時候 我們要判斷它是不是正確StopBit 所以這裡再配合一個 如果是1的話 就代表是收到StopBit 但如果是0的話就不是 所以收到1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Valid data給負值成1 然後如果不是的話就是0 嗯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TestBench 這邊就是在BorateSignal 是PositiveEdge的時候 給這個Serial的訊號 嗯 然後這邊是模擬出來的結果 從這邊reset完之後 嗯 這邊是一開始 呃在IdleState的時候 然後這邊是第一個 第一個StartBit 是0 然後之後就是一連串的Data 有 那你用的是FoldingEdge喔 沒有沒有 TampleData是用 看起來是用Folding 沒有沒有 這裡 這裡是PositiveEdge嗎 那你上面那個Clock 你的信號片都是 我看看 呃你的Clock 對啊你的信號片都是在ClockFolding邊 所以你在Folding搜Data 那我可能有點弄錯了 沒有注意到 那我不再回去改 哦哦 哦 但是主要 因為主要這個是看BorateSignal 所以其實好像沒有問題 因為它會已經變好了 那你是用BorateSignal 因為主要是看BorateSignal的變化 才會確定它 所以看起來你的BorateSignal 是用ClockFolding在算 呃應該是 應該是我這裡 呃 我這裡應該要改一下 就是這邊的部分 跟這裡 把它改掉 哦 你這個哦 就是你Tamset 哦 你的BorateSignal是Tamset 所以ClockFolding是0 哦對啊 哦 所以應該這個問題 我再把它 對對 你的BorateSignal是在ClockFolding 對 好 好 所以你是把BorateSignal 當作Clock 沒有 是因為我在傳的時候 它的變化 就是Transceiver傳的時候 是根據BorateSignal 來變化它那個傳輸的值嘛 傳輸的Signal 所以我這邊才會用Positive Edge來 Positive Edge的BorateSignal來控制 我什麼時候要換成下一個bit的data輸入這樣子 謝謝謝謝 嗯 嗯 對 然後主要如果我們就是先暫時忽略一下Clock的部分的話 謝謝 我們看Positive Signal它的就是這裡是startbit 然後這裡就是第一個我們需要的data值 然後所以從這個ClockEdge就有成功的給到我們需要的output的地方 謝謝 然後再經過這邊也都是data 然後一直到這邊 這邊開始變成startbit startbit的完 然後因為它測到這裡startbit是1 因為這裡總共有 合起來有8個bit 然後這裡 然後這是startbit 所以它這邊的value的data 它有符合條件 所以也是1 就代表我們有正確收到我們要的值 嗯嗯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output的parallel的信號 然後這邊是HLS的部分 HLS模擬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一樣的 嗯 就是也在這邊有data value 因為這裡是最後一個startbit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8個bit的data跟startbit 嗯 然後這邊是最後resource使用的部分 在HLS總共是用了41個freeflug跟35個lucatable 然後verilog是用14個freeflug跟11個lucatable 嗯 你看14個freeflug是怎麼用的 嗯 14個就是 因為這邊要有output就有8個bit的data parallel的 然後跟一個value的data 這樣有9個 然後counter這邊有4個 跟這裡有state的部分 嗯哼 對 好 所以這樣就是有用到14個 4個 4個 你再回來 我再回來看你那個code 對 你這裡 這裡嗎還是 啊 然後bcounter4個bit 對 然後beta4個bit 然後bally出去也是一隻off 那就 呃 10 8 加4個 4 12 13個 嗯 好的 好 嗯 對 就大概是這樣子 嗯哼 嗯哼 OK 那就報告完了 好的 好的 好 好 所以今天那個sequential lab就到這嘛 都 我們全部都報告完了嘛 對不對 Yeah sequential就是到我們這應該就結束 啊 全部 對 OK 上面的lab關於reach5你們 做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人在開始做reach5嗎 都都還沒有人開始嘛 呃 首先第一步 呃 你們 要把那個reach5的hs的code能夠 bring up起來 啊 那reach5當然比較 要 就複雜很多啦 那整個 整個 整個 pipeline的地上 那natural部分 你們就可以參考 那個 那個berkley的 那個什麼 11151嘛 那個課程的 他好像有 三四週在 介紹reach5的裡面的 pipeline architecture 所以你們可以看那個課程 啊 那參考的code的話 就是用hsreach5的那個keyhub的code 啊 那第一步就是 先 呃 follow他的步驟 哦 把他整個pun out起來 然後 呃 可以在app界上面跑起來 這是第一步 啊 那第二步就是 呃 你進去看那個hs的code 以及參考 berkley的那個151的課程 哦 那了解這個5G pipeline 每一集pipeline 在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 ok 然後再把那個hs 哦 了解他的spec 之後把它 寫成verlocal 這樣子 啊 那interface的界面也是一樣 他把code 呃 先要load到hsreach 啊 呃 那部分的interface 可能會 那部分可能比較複雜一點 對 等你們開始做到那裡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一部分的處理 所以接下來的lab就 就開始做reach5嘛 雖然時間延後了一些 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開始進去看 然後有碰到問題的 哦 可能都還沒有還沒有開始在看 好的 好 好那我想今天的 同學報告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就到這裡了 好的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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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